上个月我们开启了下期青狼特辑 简单统计了各位客观老爷的留言 可能是吸脚气的原因 耐克组呼声最高 那么这一期我们将给大家带来 后期篮球鞋特辑之耐克科比系列 由于钟大师将进入商品期 一段时间内拆东西将不能更新实战内容 大家有什么想看的运动球鞋类题材 欢迎在弹幕里提出 同时B站重新回归灵魂 弹幕重新开始 空屏就交给你们了 你看两个意大利炮的 开炮 哈喽大家好好兄弟们 恰恰我是钟大师 那么这期节目就是我们六双开箱的 热门球鞋之科比系列 就大家投票包括想看的都比较多 今天的第一期就先讲它 首先我抛出一个话题点 就是360 NXT和这双科比11EM 你们觉得哪一双才是性价比最好的 包括性能最好的 现在可以在弹幕里面打一下 123123123 好 现在还是跟大家提前说一下对吧 因为结果可能大家看不到那个时候 觉得我有点啰嗦 这期我进度快一点 这双360 NXT是完胜这双科比11EM的原因 接下来跟大家一一道来 首先我们看到这双鞋 它们最大的一个不同就是 没有什么不同 造型和设计都非常像足球鞋 这它们两个共同点 所以接下来我就以这双360为主要的例子 跟大家聊一下 首先看看鞋面 为什么叫360 360的意思其实不是跟国内某家知名杀毒厂商合作的 只不过它是全360度Flyknit编织的整个鞋面和鞋底 顾名思义就可以把它理解成是一个袜子 360度编织的Flyknit把你的脚包裹在里面 然后外面这身鞋底只是后面贴上去的 所以说如果把这个鞋底拿掉的话 你可以得到一个完整的球鞋袜子 整个都是360编织 所以这是它的360的意思所在 那么另一个点就是它鞋面的一个包裹性能怎么样 我相信大家也是大家非常想知道的 首先这双球鞋穿上去给我的第一感觉就是什么 一个是轻 第二个是软 轻质和软是它的一个关键词 那么穿上以后可以发现它在有加强的地方考虑了 在透气的地方考虑了在包裹的地方也考虑了 这是我觉得这双鞋设计鞋面设计比较大的亮点 可以看到它鞋面部分鞋头部分都是很大的透气网孔 那么内侧部分和外侧部分呢 同样也是编织非常大的孔 那么这种孔看起来会让人想到什么呢 就把比喻靠摸再次上线 让人想到努力塔衣服那种丝袜的那种边那种勾边那种蕾丝 那么往生物化一点说呢 就可以理解成我们批发市场买的桌布 那么这两个东西都有一个共同的特性就是透气 那么这双310NXT也有一个地方就是透气 是它的主权率 那么在鞋带这种地方需要你一个加紧包裹感的地方呢 它又采用了双重的Flyknit编织来提升这个强度 然后你的双脚达了一个不错的锁定感 这么在后跟需要包裹的部分 可以看到这边有一条大鞋杠 这边也有一条大鞋杠 整个里面是有海绵填充的 然后是双层的 这个是单层的蕾丝 这是双层的 里面有一个内衬 包括鞋舌部分也是用了一样的丝度去做的 所以说它整个包裹性方面 后面还是都不错的 前面稍有不足 然后里面呢 是内置了一大坨海绵 后跟部分 还有一个TPU港宝 外面有一个科比logo的剑鞘的刺绣 这边是它受伤的那条腿的缝针的一个东西 喜欢科比球鞋 喜欢科比 应该都知道这一点 然后外部呢 还加附了一个在科比签名的TPU压条 是一个M型的 两边都是一样的 还跟我们的中底 这个鞋没有中底不好意思 跟我们的鞋面外底都有一个衔接 所以说这三个部分是接到一起的 然后呢 在鞋舌部分呢 有一个像某知名运动防护品牌的包装袋一样那种 白色银色的七彩蕾色的纹路 那么在这个SOOS上面也是一样的 这个SOOS其实做的蛮精美的 外面一圈这个垫袖包边 这边还有单层的缝线 就是这个颜色有点像那个 对吧 某运动防护的包装 然后接下来再看到更像某运动防护品牌的一个东西 就是它的外底 外底的后供会圆圆润润的 然后上面有很多小刺 这个小刺呢 就很容易让你联想到一种 对吧 一种特殊的东西 然后就不做比喻了 然后再往前走 就是由点延伸到线 然后由线延伸到面 在外面部分是一线一线交错起来的 等于是点线面起到了一个整体的一个防化作用 这个鞋底其实在打起来的过程中非常好 不管是木地板还是塑胶场地 还是沥青地 它都能起到一个非常好的抓地力 只不过耐磨呢 稍微有点不足 这双鞋打了三个月 沥青场地什么都打过 然后耐磨内侧部分已经完全磨掉了 但是呢 就算是来完全磨掉的情况下 在木地板上抓地力也是非常恐怖的 在我做一些急停 包括变向 还有这种很大幅度的动作 要需要停下的时候 它都能把我定到我想要定住的位置 那么这它外底是非常不错 然后后面这个后跟部分看起来有点圆滚滚的 那么在我打球过程中 我也有一点点就后怕 就怕它说一下滚一下 我脚给崴了 但由于它前掌提供了绝大部分的抓地力 导致它的后掌没有机会去做一个侧翻 所以这个点还是考虑的比较不错的 而且在内侧外侧都考虑了这种上翻的设计 整体的保护性其实做的还是不错的 就是建立在它强大的抓地力上的 那么再看一下它里面 里面其实装鞋的精华所在 对吧 刚说了这种大面积的三分之处环绕边织 那么在鞋垫上呢 有一个东西是要跟大家聊一下 全掌为act中底 中底垫了 中底和鞋垫定在一块了 然后在中底上呢 其实还做了一些文章 就是描述了这双鞋的一个状态 两只鞋的上面东西都不一样 我把这只收拾来看一下 其实它为了保证鞋和中底垫的一个整体性 因为它分开了嘛 其实做的还是非常紧的 就是防止在运动当中产生一个 产生一个脱落 那么这两个上面 都是通过不同的形态 不同的描述 对这个鞋垫的性状做了一个解答 那么更骚的是它的后面 后面部分两只鞋都有这种英文上的诗意 可以看一下这个 上面写的什么 这个内侧的大字wush 其实可以增强那个足功夫的支撑 上面写的字是 This swoosh means the project was an engineer to extra-specific to the championship assets 这个意思就是一个装逼的 很装逼的一句话 但是它具体的作用呢 就是给你的足弓带来一个支撑感觉 更我觉得更精髓的地方是在这个后面 前半部分有一个横跨二分之一面积的 一个塑料片像TPU片隐藏在这个鞋 鞋的鞋中底垫的里面 这么说好二口啊 它能够是增强你启动的时候一个反馈 你启动会更加迅速 上面同样也有一句话 把这个部分写出来了 写的是 This price is very grippy to keep your missile directly under your foot where it belongs 就是说 让你的脚在这个里面 能够起到一个非常不错的稳定作用 能够hold住你的双脚 然后其实更经典的地方 是在它的中底这个部分 其实可以看到 科比11EM这双鞋 为什么不推荐呢 现在给大家揭秘一下 就是它的中底 其实太没有诚意了 就是一块Lunano 后面加了一块硬质的泡棉 来提供一个支撑 它的抗扭啊 各方面性能其实很差的 而且这种缓震性能也非常一般 那么为什么这么差 我也不知道对吧 反正耐克在这双鞋上还是挺良性的 那么它在中底这个部分 可以看 这个支撑片 完全是BIP动的 稳定性非常强 那么稳定性非常强 耐克自然要把它写在这个鞋上 在这边把这句话写清楚了 写的是什么呢 E-Sport is for the stability and the support 就是给装中底带了一定的稳定和支撑 就是它的作用所在 腕侧还做了非常大的上翻的设计 它整体看起来是非常到位的 对吧 而且仿侧翻 抗扭都考虑到了 这个鞋垫踩起来感觉是 直接后跟落地的话 它后跟是比较弹的 那么这就造成一个问题 就是我其实会震得 我脑儿稍微点疼 那么前掌其实反刻是非常到位的 我挺喜欢这个前掌的 启动蹬地 直接列列的传递是非常好的 只不过这个后跟也太弹了 我有觉得稍微做的惰性一点 就是吸震更好一点会更好 但是目前来说这个中底 真的是我最喜欢装鞋的一个部分所在 而且这边还做了这么大面积的一个 跟杯的造型 你的脚子里面是这样的 是完全被包裹住的 然后因为这种动作 怕你这种激烈的动作 还做这种开合的设计 在前端也有两个 更容易弯折 不会把这个鞋顶出来 但虽然说这样做了 整双鞋这边还是有一个比较明显的损耗 就这边会顶出来 这也算是它的一个问题所在 好 那么整体看下来 这双科比11M呢 是因为它在鞋面上所做的功夫 比这双360要多 所以说它鞋垫就没有考虑这么多支撑 像这个这一圈的护尾的高度 护翼的高度 是比它要低的 而且这双鞋的透气性 其实也不如这双360 缓震什么各方面都不如 只不过它有一个好的地方 就是它考虑了很多防侧翻的设计 包括像外部这种平的 它这个后跟是要比它更稳的 然后这边内侧外侧 都是有一定的这种上包的 然后这边防侧翻译更好 这双鞋就稍微差那么一点 只不过它抓地力是要比它好的 综合看下来的话 这双360是要完善装科比11M 而且在价钱差不多情况下 这双好像还要更贵 我觉得是极力推荐 如果夏天的话 是极力推荐这双360NXT的 如果你朋友有的话 我觉得其实可以去试一下 这双鞋真的在各方面性来说 真的是我觉得挺好的 但这双鞋没有缺点的吗 其实还有的 一个是鞋面的支撑性不够 虽然说它强度比较够 就它这种抗拉伸能力是非常不错的 但在我急停和一些起跳 做一些比较大激烈动作的时候 我还是可以感觉 我的脚在里面有一个晃动 虽然说它不会爆出来 像KD11那样爆出来 但是它还是能够有一定的 这种策划移动的风险 这个是我觉得需要改进的一个点 但它后跟部分的包裹做的不错 但为了达到这种比较纠集 比较上 最好的这种透气性的时候 就一定要做出一些取舍 这也是我觉得比较可惜的一点 然后还有点就是 为什么它价格这么低一点 一个是我觉得它的造型 太像足球鞋了 对吧 然后就是一双篮球鞋没有给人一种中底的感觉 我觉得是非常不靠谱的 但虽然说没有中底 但是这双鞋的中底它的厚度 其实跟很多这种透气来的鞋都要厚的 而且这边的侧翼的支撑是其他鞋都没有的 真的 就是我觉得算是耐克被遗忘的那双好的鞋 真是可以这么讲 但是也有一个小缺点 就是它的 就算我刚刚抽出来鞋的时候那么紧 对吧 可以看一下回放 死尽之后抽不出来 但是在运动的过程中 这个鞋垫中底 还是会这个鞋套产生一定的这种滑动 这也是不可避免的 因为它没有粘在一起 不是一个整体 但我觉得粘在一起的话 肯定会更好 但是粘在一起拿不出来给大家看了 它也不能在这个后面做装逼的这种字 是吧 也不能体现360了 所以我觉得算是一个营销 一个小取舍 但是整体的这双鞋 后面 这个电中底 透气性 包括一部分的包裹和支撑 都是不错的 只不过总有取舍 对吧 但是它在取舍过程当中 已经我算是 我觉得算做的非常好的 唯一我觉得不行 就是整体的比例失调 整个鞋的比例失调 看起来像足球鞋 而且像一双没有中底的鞋子 但其实它中底恰恰是它最强的部分 好 然后还有很多客观老爷问我 就是科比11EM的鞋垫 能不能跟这双300互换 在同的码数下 我的 虽然说这两双不是一个码 但是通过目测来看 这两双鞋垫是不能够达到一个互换的 一个是它们的厚度是完全不一样的 那么另外一个就是它们鞋楦也是有差别的 这双300的鞋楦和相处比科比11EM宽一点 然后另一点就是它这个护 护翼是比较高的 所以说如果你想塞的话 如果你是42的360 想塞到42的EM里面 我觉得不行的 你要塞到43的EM里面 如果是你塞到同等码数的科比11里面 你的脚背还不能太高 如果你脚背太高的话 这双鞋还绷不住 好 以上就是360和科比11EM的小对比 其实科比11EM没有讲太多 是为什么 一个是360这双鞋太优秀 一个是这双鞋真的没什么好讲的 只不过它是看起来非常透气的 对吧 这样一对比的话 这双500多的价位的360 确实可以选择 那么另一点我为什么不买呢 一个是它配色太丑了 像这双黑的黄的和这双橘红色的 我都不喜欢 好不容易有一双多色配色的那双鞋 还是个限量版 价格1000多块钱 那么在1000多块钱的情况下 我就不会选择这双鞋 因为500多块钱 我觉得夏天去打打 就需要透气的场去打打 我觉得还挺舒服的 但是1000多块钱我就不会选它 因为它是支撑 确实还是不太到位的 好了 本期第一个开箱的样本就给大家放这了 胜出的是360 后面两期想抢先看谁 欢迎在弹幕里面聊一下 还有聊来看你的这双鞋的看法 因为这双鞋我发现弹幕和平衡是最多的 包括私信 所以就先做了它 然后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这个叫什么 6月18号大促对吧 我们会有上心 就我们会有一系列的促销活动 像跨店的一些蛮简 就算你不在我们店里买 买够这么多钱 你也可以在其他店一起搭配来买 所以希望大家关注一下 6月18号的时候 会直接有减免的红包给你 毕竟掐翻了对吧 然后我觉得这型的也挺好玩的 对吧 这两双鞋 里子外子都差了挺多 然后科技感差挺多 但是呢 它们的人气却是不一样的 所以说一双好鞋 还是得长得好看对吧 这个世界还是看脸的 好了 这期掐通鞋呢 到这就结束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by bwd6